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见鞋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来球 今天啊胖周跟各球员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辽宁男篮啊 那么我们知道近期呢 辽宁队整体的成绩比较低迷 五战四负也是让杨明身上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不可否认 其实本赛季之初啊 自从杨明上任以来啊 那么在第二阶段前半段 是吧 打到第二阶段尾声之前的收官的两场比赛之前 是吧 这支辽宁队他的表现我们都可以堪称是无懈可击 同时呢杨明自从上任之初 他的铁弯之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或许很多球迷都印象深刻 杨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爆料过 是吧 他来到这个球队最先帮助这些球员做出改变的 那就是帮他们好习惯的养成 我们知道其实他们这些职业的运动员 其实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什么呢 那就是早上不吃早饭 同时呢 一觉睡到中午头 然后呢中午点个外卖 吃完外卖下午训练 基本上一天啊养成这么一个作息习惯 其实这样的作业习惯是非常不健康的 而杨明上任之后啊 也是利用他的铁弯之军 帮助这些球员快速的改掉这些习惯 那么他也是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 是吧 让每一个辽队球员必须要坚持 在一定时间之前要完成吃早饭的任务 那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饭 将会受到对内对归对计的一个严厉的处罚 将会罚款 那么同时呢 还会监督这些球员的一个早休息的一个时间 是吧 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 对不对 运动员在场上 其实他呈现出来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一个非常良好的势头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这些良好的作息习惯 日积月累的过程给积累起来的 对吧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些作息习惯 是吧 这些吃饭健康的饮食习惯 这些都是决定你一个运动员 能否成长为顶级巨星 能否成长为一个冠军级球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对吧 这些小的因素 积累起来就是一只冠军之师 那么毫无疑问 如今刘伦男人近期遭遇了一些打击之后 我们似乎发现在近日 刚刚央视播出的一期篮球公园节目里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江苏队的中风吴冠西 在接受专访的过程中 也是不慎给说漏了嘴 接出了刘伦队一大底牌 这大底牌什么呢 目前刘伦队似乎好多球员都开始不吃早饭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一点也确实是引发了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思考 那么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怎么样的呢 是篮球公园也就是说央视的记者 来到了CV赛区的入住的酒店 一大早来采访吴冠西 然后吴冠西也是一大早就来到了CV的球员酒店的餐厅来用餐 那么吃饭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辽宁队的中风富豪也是端着盘子 刚刚打好的饭 坐到了吴冠西的旁边也开始吃饭 随后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那么聊了起来之后 我们能看到吴冠西也是非常对着央视的记者 有一番调侃的意乎 说看这就是辽宁队打球最爷们的男人 那么随后两人也有这一番非常深刻的沟通 那么随后吴冠西也是问到富豪 辽宁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下来吃早饭 其他人都不吃 然后随后富豪也是随声复合道 然后吴冠西也是随即给央视的记者就表态道 说看这就是老八一队的精神 坚持必须要吃早饭 其实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出 也就能够通过吴冠西的这番话就能够看出 确实像八一队出来这些球员 像富豪这样的球员 养成了一个非常自律的意识 即使是你的教练员不去监督他 他也会养成一个自己来吃早饭的这么一个好的奇怪 但是呢其他球员去哪呢 其他球员难道你真的没有去吃早饭吗 这或许是引发的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思考 要知道其实在录制这样一个视频的过程中 自始至终确实没有任何一个辽宁队的球员出现在现场吃早饭 那么如果说辽宁队此前在赛季初期 他们成绩好的那段时间 是因为杨明的铁丸之军管理好了这些球员的作息时间 所以说保障了这支球队一个良好的运转 但是随着连色的深入如今来到了第三阶段 那么目前辽宁队是不是也是打破了这一个好的习惯呢 对吧我们知道辽宁队目前他们球队的伤病源比较多 球队进入到一个匹配期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按时休息按时吃早饭 这也是对于你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的前提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希望其实这一次通过这一次节目的一个爆料 是吧 那么能够真真正正的来深发出辽宁队目前身上 所存在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细节上问题 那么后期呢通过杨明的铁腕之军 是吧能够继续的改善根除掉这些问题 通过这些细节的积累来帮助辽宁队走出现有的困境 走上正轨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一支更加完强的人队 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来了解CBA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的时候大家聊到这 喜欢冒状代表点关注 胖猪我听这边的 聊多少球